各位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Five 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讚和每個鐘進來看看 我們有沒有影片更新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2月3日,星期六 今天氣溫有所回升 大部分地區比昨天高了3至4度 大致多雲,朝早天氣清涼 夜間短暫時有陽光 最高氣溫約21度 吹和煙的北至東北風 今天最高自有善指數大概6 強度屬於高 是,那有什麼新聞廳呢 今天就說有個ViuTV的新劇導演 這部劇我都沒去品過 怎知道導演被人拘捕了 是的,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這麼嚴重呢 最紅是你了 變了現在ViuTV常常紅的那些事 都是紅到刑事案件上 大吉利是 然後又播錯國歌 你是不是玩東西啊 香港運動員就做這個T字手勢 T字手勢就是Time out 叫他們停 做得好不好呢 看看這次又沒有人發聲了 另外呢 今期的trend就是 港女打架打不停的 有在酒吧裡面打 有些打在外面 有些打在外面 港女做什麼事這麼暴躁呢 甚至有人跑去和事佬 不要打不要打 就被人捉著來蓋 另外呢 有個淫賤老師 就連搞四個中學生 學生妹 這些死變態佬 的確行公營 差不多了 新聞都相當厲害 請大家又要給個like了 詳細新聞內容 確診數字 之前破了萬 現在跌了幾件 就說是9996而已 包括有637宗輸入 多11個患者離世 都不是很滿意的 但也是這樣 不是怎樣 數字方面也是差不多 上下了 勁抽的東西都看不到 但是就告訴你 本港確診就是接近1萬 在這個疫情這樣持續 那些專家梁子超就說 兩個星期後就見頂了 哇 兩個星期後才見頂 就是還有得上的 會不會上到2萬呢 這樣也是猜的 大家就是 你怎知道會見頂了 是不是 可能現在是頂 又或者不還未到頂 都還未頂的 那都是猜猜猜的 但是看到立法會議員 郭偉強 就是快測程陽性的 病徵輕微就是家裡工作的 沒什麼事而已 病徵輕微 希望他沒事吧 看到鑽石山 龍章國 和荃灣翠亭國 65人未遵守強檢 叫你檢你不檢 31人被罰1萬元 哇 肥了 這真是31萬元 這真是偉偉 叫你檢好檢 不檢就強你 給你錢啊 這樣 很開心啊 是不是 增加收入 我意思是庫房 是不是 抄牌也沒有這麼好抄 記住 提醒你 懲罰不是想罰你 你去做 你去做就不罰你 對不對 另外之前有個假裝打針的護士 為六個人假裝打針 哎 坐牢了 他說是女護士 判囚六個月 哇 又會假裝 假裝又會揭發到 不知道 他好像說 打針也沒有用過 真是 百米一疏 這個34歲的女護士 就是年初幫六個市民 裝打疫苗 現在判監 在觀塘法院判監六個月 還有兩個被告 又不認罪繼續審 這樣 先審一下 好 另外 這個緊急呼籲 香港紅十字會血褲量極低 地中海貧血症的病患兒童 媽媽就擔心了 呼籲市民一起去捐血 真是捐捐血好的 我捐得我也捐 我就是地中海貧血的兒童 現在是中年人 有些是隱性 有些是重度 他們需要經常輸血 現在香港紅十字會的血褲 只夠用三至四天 那各位成年人 你們沒有什麼事 都可以去捐血 有什麼事 你不知道的 你捐一捐血 都可以當作驗血 之前有沒有看《風塵三合》 戴情人 每個季度 不是每個月去 可以去的都去 免費驗身 令你放心 那些滾油都可以去一去 什麼人都去 全部一起去 你不要管了 總之捐血都是職任 有功德的人就有運行 希望大家可以聽到我呼籲一起去 另外呢 說一說這宗 保安局就說明報 評論內地集會文章混淆視聽 呼籲市民就不要參與了 你不要想著大媒體的報紙一定是對的 這篇文章就是昨天曾志豪寫的小豪子 田豪祖的小豪子 幫明報讚文寫了一篇 為什麼愛國學生也變黑暴呢 的評論 心表遺憾 保安局聲明 他說 文章作者在本港近日 有人在網上號召 以紀念烏魯木齊事件為名 企圖煽動針對中央的活動 原來他們發生一些事情 刻意混為一談 混淆視聽淡化 在香港出現的不穩定徵兆 容易令市民降低 對被煽動參與涉嫌危害 國家安全活動的警覺性 我都說了 第一天有人說 哎呀你都未擺爭 還未擺爭 又說什麼愛國的又不出來 嘩又成成了 接著開始保安局定義了 這個是革命的初形 顏色革命的初形 那香港人你不要搞了 知道嗎 人家說了 一開始他都未分到 都未懂得站那邊 原來現在跟著 哦 懂得站了 站得好了 那你們就不要亂站了 曾志豪寫了這篇 不過曾志豪好像不在香港 是的 那就不知道了 哎呀人家不在香港 他就比較安全 另外就說說其他新聞 哎呀真誇張 因為呢 我們很嚴重的 那個江澤民同志辭世 所以迪士尼的煙花 是連停三天 昨天開始 去到五日 不是三天 二三四五 四天 連續四天 都停防煙花 就說是以表尊重的 都好的 應該的應該的 因為平日燒煙花 都不太好 對環境 都是燒錢 他省了幾天 這個煙花錢 可以 其實真的有悼念活動 全港中小學 幼稚園 十二月六日下半期 師生默哀三分鐘 嘩三分鐘 嘩三分鐘 不是很搶 三分鐘 倒下頭 然後就靜 真的靜 那三分鐘都很厲害 以前默哀一分鐘都來 三分鐘 現在當日十點 全港 這些都算是國民教育 真的 要停止所有的慶祝活動 什麼慶祝會 聯歡會 畢業禮 頒獎禮 幸好生日會 沒有什麼 不然你說 那天有人生日 不能搞的 不過 未必搞的 低調 低調 自己家裡低調 不要這麼開心 另外講一講 講一些國家的大事 國歌法又來 杜拜亞洲建力賽 建力賽就是一個鬥大力的比賽 有三個運動 一個叫深津 硬拉 還有臥推 這是建力 我們以前跟過建力師傅玩的 又播錯榮光了 除了籃球之外 鬥大力的比賽 也竟然播錯榮光 這些建力賽 都是一些大型的賽事 這個香港的運動員 這次就是亞洲人 我不敢說他一定是純正香港人 因為我不認識他 之前籃球的全部都紅蘇綠眼 說港隊其實就是外援還是土生土獎 這次為港爭光是黃皮膚 看上去是亞洲人 他就扁扁嘴 聽到一首歌響起 軟榮光扁扁嘴 然後就擺一個T字手勢 T字手勢 藍球來說 或者很多比賽賽事 T字就是time out stop 停 叫停 再有國際賽 播錯國歌 亞洲經典建力錦標賽 播錯願榮光 香港運動員 T字手勢 急叫停 他就叫做保障自己 這個是男子還是女子 叫做連偉晶 因為看樣子就像四眼仔 他在上面還沒描述到的男還是女 在播放到第十秒的時候 按照港爭的奧委會最新指示 展示T字手勢事議叫停 大會擾讓一分鐘 改播正確國歌 似乎是女孩子 應該是女孩子 他是女子 所有年齡組別 就是體重四十七公斤 哇 拿冠軍 大力妹 很厲害 一播錯馬上T字 就停了他 這些事件不要燒到運動員那一回事 運動員原來現在有責任去 我們反對大會做一些錯誤的 資訊出來 所以就要T字他 是這樣的 好 另外先說一說 荃灣廣場食肆有職員暈了 送院死亡 昨天早上10點21分 荃灣大壩街 荃灣廣場 有職員暈了 62歲 昏迷 送到人際醫院救治 之後就死亡了 證實 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為什麼呢 我現在看完超能試者 你稍後說他過爐也被人吸精大法 不是那件事有哪一件事 你們自己一定有很多想法 那些想法我不說了 對了 你們自己慢慢想 猜一下案情 猜一下這些 這些沒得想的 無端端暈倒 撤死也可以 身體有些外來物 這些就你們自己想 不說太多 那就落極生悲了 一家四口迪士尼 剛才說停煙花 停煙花真的不太開心 他說不要這麼開心 這件事是不開心的 一家四口 在迪士尼 落極生悲 那個年輕人在停車場 被撞到 被車撞到 四歲 被七人車撞到 然後家長報案後自己開車去北大嶼山醫院搶救 初步包紮就轉到馬嘉烈醫院進一步醫治 這樣 所以那些小朋友 很開心去看車 去旅行也要看車 去旅行看車才厲害 香港的交通也算是這樣的 就算日本也是 一轉彎他不理會 他綠燈照走 不過他們習慣這樣 我覺得日本的交通和大陸差不多 在說穩定的時候 不穩定的時候就不能說 大陸也是這樣的 一轉燈你還可以轉的 那些車照走 哇 泰國更厲害 密密集集的那些車 而且在外國很多時候左右是調轉的 所以去旅行不要放鬆 不然很容易出事 先說一件厲害的事 撞車的新聞有一件事是超厲害的 兩輛車撞到人不故而去 很瘋的 連續撞到兩輛車 離開了 先說這件厲害的頭條新聞 什麼事呢 他說那個電視劇 ViuTV最新劇集 不是宣傳來的 沒有人會拿這些刑事案件來宣傳 但是變成最大的宣傳 這套我看著他拍的 盛閣 他打拳那場在紅磡海日商場拍的 導演羅俊偉涉嫌襲擊 以及威脅發佈私密影像 還押後審 嘩後信 這麼恐怖 這個導演 TVB走過去的 他本身是踩過界的導演 曾經拍過踩過界 他說今年二三月 涉嫌在黃大仙一個單位向他人襲擊 其後威脅要發佈私密影像 私密影像 可以威脅到別人 是不是那些涵人呢 其實 個人私密 私密部位就是下面 下體 我理解這些新聞 私密影像 會不會是拍著別人 那些不見得光的東西呢 被控了 普通襲擊 以及未經同意下威脅發佈私密 影像兩條罪 就在昨天 九龍城裁判法院首次提堂 被告無需答辯 嘩 期間繼續還押後信 都是大罪 這麼厲害 近期 鏡仔有一套叫成國 不過捧著捧著主持 以打拳為主線 比較冷門的拳擊主題 AK那些也有份 導演也出來 像大道一樣 誰知道這個導演 就搞了這些事情 他在無線 其實是高級編導 就是過當ViuTV 就拍過老表 老表系列 你好戲呀 你好東西呀 那些 踩過界也有份 他拍的東西也挺收得 ViuTV就一般 ViuTV 可能都是跟台有關 他原來在王大仙威豪花園 今年的2月28日 還有幾天 同年3月26、27 28日就打人 26、27就威脅 我要拿你的影片出來 影像 這樣 受到侮辱 受到受害人 以及驚嚇和困擾 也知道威脅會導致他受到侮辱 就是一個罪名 將他拘捕 之前 現在是什麼 現在正在審判 這件事 還押 厲害 真是很久了 不知道為什麼 等待詳細更多 再告訴你 說色情 趁補課期間 嘩 SIR懂得懂了 一次過四個女學生 何文田中學數學男教師被捕 好了 四個16至18歲妙齡少女 早前 懷疑被人非禮 上個星期 11月28日報警 學校 發生什麼事 重案組要查一查 他說到1日 警方拘捕一個32歲男教師 接完非禮四名女學生 那間學校在何文田 他教數學 他那時候說 幫中五學生補課 期間 握球 非禮少女空暴 事後有人向校方舉報 調查一下 原來有四個女孩被握 這是很嚴重的 教育局事件表示 已經通報了教育局 了解警方正調查有關案件 教育局就不予置評 他說會跟學校保持聯繫 適當支援 那些事情 這些變態佬 是吧 就是留一些女學生在這裡 你當自己真是AV 阿Sir 玩一次而已 進去自己玩 這些坐牢 這些 這期港女又是傻鬼了 經常說有一個trend 這期的trend就是港女打架 我一開始以為是同一件事 誰知道原來就是兩宗 在網上瘋傳 熱婦女被六個女兒圍碰 有男人叫囂 立日打她媽媽 真是這樣的 這麼暴力的在香港 在昨天流傳一段影片 一堆男女在樓上消遣 期間有人因事吵架 其中一個穿熱褲的 白色熱褲的女人 突然被扔酒杯雜物 她企圖反抗 被六個女兒包圍 不斷打 不斷打 不斷拿腳踩 同時用啤酒瓶 和扔一些棍子的物體 只是襲擊她而已 不是塞進去 只是襲擊她而已 在旁多名男人叫囂 態度興奮 不斷說 打她打她 那樣 男人看打架 其實當作鬥雞 對 當作鬥雞 打狗 那樣 那些男人是這樣的 還有這些 這些苦地 所謂的 是看這些 不是看哪些 有幾個人 一群女人打架 如果是吃花生的那群 正常人 如果認識的 真是好朋友 當然是走過去拉開 不要啊 坐牢不要亂啊 動手啊 那這群人全部都是 走肉朋友 不過有很多人 這世界就是播放 些人 那些人 if probably 別接人 你看著你 打架 這些所有人拍攝上網 你要給人開賤 轉來手 有一個人被拘捕 那些人在那邊叫囂 平時就說 這幫朋友叫我喝東西 這些更苦地 聽不懂 這幫人也不會朋友 看著你們死 打到玻璃碎那些 瘋了 又扔酒杯又成成 那女孩被人用大腿压在梳化上 每个人很能打 对方露斥了 其中一名白衣女子被人打错了 对方露斥了 你打我干什么呢? 片段是这样说的 然后再向白妇女狂踩 或者打错人 沙沉滚滚杀错良民 对了 然后有人突然很紧张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打死人了 众人见白妇女仍然有反应 就继续打了 是的 就是这样 这些其中一宗 另外一宗 尖沙咀热妇女 又是热妇女 现在穿热妇的出街容易被人打 不是同一宗 是两宗 尖沙咀热妇女 所以 蓋两条女 和和事佬 原来一个打三个 反租扯头发 和拳打脚踢 即是混战 计刘上巴的六女围狗事件 再有一条四十秒的尖沙咀混抽事件 金巴里道近阿士甸路行人路 一个白衣热妇女 和两条女就吵架 其中两个黑衣男人上场就劝了 然后一位热妇女 关你差事 又被掩蓋你了 嘩 再掩蓋另外两条女 不过热妇女寡不敌众 反租对方扯头发 就拳打脚踢 再旁男人也是不停叫嚣 就在座慶 我也说了 男人最喜欢看到女人打架 不知几个人扯头发 打他 两单都同一个反应 所以这些真的 不要搞了 不要出野街 所以为什么家长常叫人不要出野街 拍到两单 拍不到就起码是二十单 打架打得很糟 没有啊 我们那时候去游尖旺十多岁的小孩 做飞仔的时候 每晚都打架 一晚打几场 不是我打 看着人打 自己打也有一下 不过不是打到没命的 不然是怎么说新闻给你听的 是不是很狠狠 这些一直都是 但是会被人逮捕 实在太混乱了 香港 痴妈跟 好 另外再说一说 反驳有时候 有人说内地人也不知多有钱 这个好笑 这个新闻 内地人也有钱 马云就有钱 乞丐就窮 这个世界肯定有人有钱 有人窮 不过不要以偏概全 因为内地现在不知多有钱 有钱成什么 大陆男人 游泳偷渡入境 澳门 偷渡入境澳门 偷单车 变卖 不是 维生 被捕 是不是 香港的流浪汉 会做 那些导游 通常都会做 游泳下来都会做 你要偷单车 大陆不能偷吗 是不是 真是很麻烦 内地各样 现在澳门有新闻 告诉你 有个人游泳过来 非法入境 然后偷单车 变卖 被捕 听到这些很窮 很窮 窮 比住劏房 可能大家也不要斗 不要分那么多 劏房业主要求租客摊分水电费 单也没有 没有 摊分 没有啊 没有单 没有单就可以了 有关水电费的六宗罪行 到时 如果有人说 喂 交了电费水费 你觉得不合理 或者什么 给一张单看看 没有了 原来可以拘捕他 不过也是罚钱的 那他也是要钱的 你贪钱 就罚你钱 是这样的 好 另外呢 说一说 哇 你知道世界杯 常常都 赌博的 拉 世界杯期间 开了锁 都已经拘捕了几盏 男男女女 什么都拘捕 KOL又拘捕 又有洗黑钱网上收受赌注 27岁男人被捕 是的 那这期也是其中一个trend 另外呢 这个男人就厉害了 在油麻地过马路 先被司机车撞完 再被的士撞 两家都不顾而去 有人称为地獄黑仔王 刚刚刚凌晨4点47分 在这个尼敦道家事居道交界 红绿交通灯 那就是过马路 有一个车被司机车撞了 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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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司机车走了 嘩 你这个街上走的 另外一辆的士又撞 撞过他的脚 又是不顾而去的 有没有搞错啊 使人命如训土 现在的车 其实很傻 通街天眼 几点几分 哪条马路 哪个位 你撞完人走了 你跑不掉 的士又是 这两架车的司机应该是等拉 是啊 现在警方正追忌 涉事私家车和的士司机 嘩 那个人就痛苦了 真的痛苦了 很痛啊 当然痛了 被的士车撞过的脚 又被私家车撞到飞起 他也挺黑的 你撞完一夜 你打算踏在那里有人救你 没有啊 没有人理你 原来走过有架车 又滚过你的脚 你真的 你快点去拜拜神 做多些好事 如果不是这样 搞不定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就是这些 你这些 有时间很痛啊 出到来 记住捐一下钱 要不然 你的运动 这些事情 好 接着呢 葵方村斩人 又斩人 不过香港斩人 这些都不是新闻 叫做行常公布给大家听 现在斩人可以说到说确诊数字 葵冲村男子中伏 遇襲 刀手 心急下车行空 但是车门掉了 你去斩人的时候很紧张 一开到车门的时候 大力的就是车门掉了 车门掉了 又会掉的 这些车也是 怎么这么差的 我说到原来12月1日11点了 一对情侣在葵方村 停车场被人斩 又是七人车突然洗字 两名大汉拿着刀冲进去斩他 伤者右手中刀 血就很多了 跳回到七人车里 走了 就走了 太大力了 拉开车门的时候 脱了那道门 这么厉害的 真是一宗 好像还有一宗 说他 不知怎么走入竹谱 找不到资料 哎呀 真是 香港的斩人多到不得了 不得知了 天天都说有新东西加入 另外 说一下 色魔偷拍 这个过案又断正了 在衣袖上拿着手机出来 就摄下女方的裙子 影人下面 变态 你拍完之后又不是拘捕他 你为什么不是当时制止人家的行为 然后就报警呢 他不是 他只拍摄 就没有说帮人报警 这样 纯粹在网上分享 有件这样的事 你看看 拿手机 然后就拍人裙底 他其实这些变态 拍人裙底那一刻 都是 看看拍到什么 有什么拍 一千个里面 都没有一个不穿底裤 但他不是想看他们 他偷拍那一刻刺激 你反偷拍 你反偷拍 你又是刺激 你为什么这么刺激 你报警 你叫停 先生你干什么 小姐在偷拍你裙底 啊 然后说 报警 拉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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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我先说到这里 下次再谈 拜拜